盛夏之际,烈日炎炎,来自亚洲、中东和欧洲共24个国家的26名记者分成两对,在中国南北疆踏上了为期六天的采风之旅。 他们深入探索了新疆的悠久历史、丰富文化、独特民俗以及经济发展态势,旨在向世界展示新疆最真实、最动人的面貌。 6月21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在2024年推出的重点对外传播项目一起看中国新疆型采访团活动在乌鲁木齐隆重开幕。 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马尔代夫、蒙古国等24个国家的26名记者分头行动,在南北疆进行了为期六天的深入报道。 他们走遍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喀什地区、克兹勒苏克尔克兹自治州等地。 通过实地采访,他们深刻感受到了新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并积极向世界推荐美丽的新疆。 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和喀什古城,采访团团对新疆的干果、美食以及精湛的手工艺品赞不绝口,纷纷赞叹当地居民的幸福生活。 在古城中的古力的家旅游家房点,激昂欢快的乐曲,旋转飞扬的群昧,热情奔放的舞步,吸引大家一同跳起了舞。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心心念念地想来喀什,这里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所有期待,对诗和远方的所有想象。 奥地利海内外杂志总编辑王京也说,喀什古城不仅生活着原有的居民,还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前来扎根创业。 让他感到这里有着旺盛的能量和强大的生命力十分震撼。 随后,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英吉沙县土陶村、小刀村、英吉沙县阿迪利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马纳斯史诗大剧院等地,采访团团真切感受到了新疆多元文化的魅力。 他们观看了达瓦兹、马纳斯等特色表演,参观了制作工坊,采访了传承人、手艺人、表演者,并购买了热瓦谱、手骨、小刀、土桃等手工艺品,收获满满。 这里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卧野,不仅传承保护得很好,而且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当地百姓还因这些手艺,记忆过上了红火日子,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加拿大搜罗集团执行董事陈林说,这是他第一次来新疆,非常震撼,因为他从未感受过这么丰富的抑郁风情。 他会在报道中,把这些感受到的美好分享给世界。 在新疆农业博览园,采访团深入了解了现代农业的生产过程,领略了科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魅力。 他们还先后参观了喀什江国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克州润滑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克州安齐拉地毯有限公司等地,跟随工作人员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并不是提问。 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么好的产品不仅中国人民需要,全世界也需要。 我想通过我们的报道,把它们推广出去,让这些产品销往更远的地方。 科特迪瓦西非华生主编金号说,收到邀请后,美国《硅谷时报》主编余丽娜立即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 此行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段纺织常理的幸福故事。 她回忆道,我采访了一名女职工,她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上的成就,收获了爱情,建立了自己的小家。 夫妻俩都在厂里工作,收入可观,还买了房子和小汽车。 余丽娜说,在采访中,她详细了解了各个企业为职工提供的工作环境, 晋升空间以及食宿等方面的情况,并采访到了许多类似的小幸福、故事。 她认为,新疆所展现的繁荣昌盛正是由这样一个个以安居乐业为基础的个人和家庭所构成的。 她计划以小幸福为切入点,向世界讲述新疆的大美。 近年来,中国政府拨付大量资金改造各地清真寺的基础设施,为信教群众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和喀什市艾提嘎尔清真寺, 采访团亲眼目睹了新疆在改善宗教活动场所环境, 满足广大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等方面所采取的切实措施。 真切地感受到宗教信仰自由在新疆得到充分保障。 在采访过程中,宗教人士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回答得真诚且自信。 日本东营新视野总编辑蒙令华说, 事实证明,网络上一些言论都是不识的。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采访, 媒体代表团还参观了当地博物馆、社区、景区等地, 与各族居民深入交流, 不断将亲眼所见的美好新疆分享给世界。 我来过新疆五次了, 依然会被街头巷围百姓洋溢在脸上的笑容所感染。 我们有个世界听我说栏目, 我采访了大量素材, 要把新疆故事说给世界听。 美国华盛顿中文电视台副台长袁燕说, 这些年, 由于某些西方媒体的刻意抹黑, 导致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新疆是一个落后封闭, 没有人权的地方。 如今随着采访团队深入了解, 这些说法也将不攻自破。 近年来, 新疆把自身区域性开放战略, 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 持续推动对外开放, 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 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 不断开创共赢发展新局面。 前两天, 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圆满闭幕。 本届博览会以思路新机遇、 亚欧新活力为主题, 共有5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 30个省区市及新疆的2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共同参会。 其中,孟加拉国、乌拉圭、塞尔维亚、 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都是首次设立展区, 参展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大。 哈萨克斯坦的拖奶粉, 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 乌兹别克斯坦的手工艺品, 格鲁吉亚的葡萄酒, 走进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国际展区, 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琳琅满幕, 谈生意, 说合作的声音不绝于耳。 在博览会上, 中国企业展示了智能化电牵引采煤机, 5G无人塔调,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和低空飞行器等制造产品。 顿购机、换粮机、 竖井绝禁机等大国重器模型, 吸引了众多观众和国外参展商。 中国企业生产的电动汽车、 锂电池和光伏产品, 让绿色发展的成果遍及世界, 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中心执行主任阿尔多·图利亚科夫说, 中国对绿色优质农副产品需求日益旺盛, 将会带动更多亚欧国家企业用实际行动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为生化农业领域合作, 扩大进口周边国家优质农产品, 新疆积极推进中国中亚区域生物安全合作管理平台建设, 扩大中亚国家粮食、水果、油料、乳品、畜牧产品等优质农食产品输华范围。 数据显示, 今年前4月, 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137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9.5%, 增速居全国前列。 其中,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46.6%, 占新疆外贸总额的91.5%, 同时, 新疆首创全国极原油进口、 炼化加工、 微化品检测、 航油加注、 出口监管的一站式监管体系, 能降低国际客货运航线航油成本13%, 这将为新疆打造国际航空枢纽, 创造新机遇。 新疆为乌尔兹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宏梅表示, 新疆积极承接东部出口导向型,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链转移, 扩大中亚等周边国家产品准入和进口规模, 打造区域性国际初级产品加工配置基地和集散中心, 建设特色农副产品、 特色医药、 炼化与纺织服装、 装备制造、 通用航空等产业集聚区, 打开世界地图, 我国连接中亚、 西亚、 南亚和欧洲最为便捷的陆路通道就在新疆。 新疆依托强激固本和体质增效, 夯实开放枢纽和支点, 支密升级开放大通道, 成为中国向西开放桥投保。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西部陆海新通道连运班列从这里发出, 在重庆集结货物后, 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开往东南亚国家。 以新疆重庆为枢纽节点, 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实现联动发展, 连接起中亚与东盟, 让优质商品便捷地走向世界各地。 陆海新通道运营新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云龙表示, 通过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与重庆西部内陆吾水港枢纽衔接机制, 两地之间实现紧密联动与高效协同, 畅通东盟与亚欧间的物流贸易通道大循环。 近年来, 新疆携手西部省份协同向西开放, 与甘肃、青海、宁夏、陕西、西藏、四川、 重庆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加强能源、通道、产业、市场、平台共建共享, 促进资源要素充分流动, 强化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 凝聚对外开放和协同发展的合力。 与此同时, 新疆各地区各领域对外交流合作, 特别是与中亚五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交流合作蓬勃开展, 取得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为新疆全方位对外开放打开新局面。 政府还发布了2024年基础设施十张网建设内容, 积极打造东连西出的铁路网, 通行便利的公路网, 甘致联通的航空网, 调控有力的水利网, 内宫外联的电力网, 覆盖广泛的天然气管网, 高效畅通的商贸物流网, 绿色低碳高效的算力网, 集约便捷的地下管网, 联通欧亚的跨境网, 从空中到地下, 从内畅到外联, 从人流到物流,再到信息流。 十张网将构建起综合立体的基础设施网络, 畅通生产要素循环流动的经络, 给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变化。 密切了新疆各地间, 各地城乡间, 新疆与内地间的联系, 让江产货物东进内地产品西行更加顺畅, 相关产业链条上下游协作更为紧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